平流層 從對流層底 大概11 12公里到50公里叫做平流層 平流層就怎樣 就平流嘛 它是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所以它沒有對流現象 它是水平流動 這叫平流層 它叫平流層 它是高度越高 溫度會越高 好 它沒有這樣 然後因此就會有 來 一個是最後這句 長程客機喜歡在平流層底部飛行 問題一 為什麼是平流層 因為平流層都是水平流動 而且它沒有對流 所以它沒有雲 不會下雨 沒有閃電 而且都平流 會亂流 動動動動動動 所以飛在這裡比較平穩舒適 第二個 為什麼要底部 因為飛的越高就要爬的就要 走的就要越遠 比較低 會比較省的 會比較近 為什麼要長程客機 因為短程沒有用啊 飛機要爬升啊 現在已經沒有北高航線了 台已經被高鐵打敗了 已經沒有北高航線了 台北飛高雄 飛機起飛 啪啪啪啪 爬到了平流層 所以我們先不說 我們預備下降了 用不到 所以就下來了 這要長程客機 長程客機在平流層的底部飛行 OK 前面這個也要注意 平流層的是平流 所以萬一你有個東西 譬如說火山爆發 砰 噴的力量很大 把那個渣渣 那個火山灰噴進了平流層 那就麻煩 就大了 它開始到了地球好 下不來 要過好久 一個月 三個月 半年 一年 慢慢才會降下 所以古時候 在美蘇冷戰期間 有所謂的核子冬天 什麼意思啊 就是美蘇爆發核大戰 碰過來 碰過去 碰壞風去 然後那些煙塵 雲峻 然後一碰到天上 天上的平衡都是雲 就把太陽給遮住了 我們就沒有陽光了 因為就變成冬天了 叫做核子冬天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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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停在上面不下來 所以這時要知道的事情 如果有渣啊渣 跑進了平流層 它就不下來了 它會停很久 火山灰啦 什麼汙染都一樣 就停很久 它不會下 OK 那為什麼平流層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啊 錯癢 錯癢 因為錯癢的關係 它跟錯癢有關 剛才有告訴你一件 剛才有問一件事情 停車戰界問 剛才有說一句話 我們的 有什麼用處啊 女生吧 有沒有女生 要11號 11 11號誰 來 我們剛才說我們的 剛才我們說 剛才我們說 那個臭癢有什麼功用 可以吸收叉叉叉 你說什麼 紫外線了 要有信心了 對啦 紫外線了 可以吸收紫外線 然後呢 會發生化學變化 總結的結果是放熱 國中不交 國中不交 它怎麼吸收紫外線 國中生不交 臭癢怎麼形成 等學測考過 閱讀測驗 上面有寫字 你看完就會了 中間不交 反正就是巴拉巴巴巴過來 所以呢 上面越來越高 然後你不要問我 好 剛才講我們有一段 臭癢含量比較多 大部分的書都寫二三十公里 我有看過寫到十五到四十的 但大部分書都寫二三十公里 臭癢含量最大 稱為臭癢層 我說你不要問我 老師為什麼二十公里的時候 臭癢含量最多 可是五十公里的時候溫度最高 這種偉大的學問 不管你給我記住就好 高度越高溫度越高 中間有一段 臭癢含量多叫做臭癢層 這裡之所以 為高度越高溫度 都是因為誰的關係 都是因為臭癢的關係 吸收了紫外線放熱的結果 所造成的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很好